大家好,我是立夏 这一期的话题是你的绿萝在夏天放在哪里呀,长得怎么样 先来看一下花友们的留言 这个花友春天说,我的绿萝一直放在客厅一样 营量又通通,长得非常好,会有两米多长 我会经常用这个营养液给它喷叶和灌根 天热了,还会给叶子上喷水 这个叶子绿油油的,没有防叶 而这个花友故意说,我的绿萝放在客厅 靠北面的地方一样 现在这个绿萝的叶片长得越来越小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花友刘大宝说 我的绿萝放在南向的房间,拨着玻璃 长得非常好,这个藤牵得老长了 花友北国之春说,我的放在南洋台 但是不要暴散,大碎大碎 现在长得绿油油了 这一期的话题回复的人比较多 我就不一念了 我总结了一下,我发现这些养得好的都有一些共性 首先呢,就是把它放在你那样散睡光的地方 基本上不会拿着去暴晒 即使是让它晒太阳,也是晒很短暂的 第二就是肥水管够 因为夏天是这个绿萝生长旺盛期 如果肥水管够的话 它不仅长得快,叶子绿油油的 非常的好看 但是也有养得不好的 比如说刚刚的那个木屿花友 它就说它的这个绿萝养的叶片越来越小 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它说它摆放的地方是靠客厅 北面的地方,这个地方普遍是比较暗的 虽然这个绿萝耐阴 但是如果长期放在这个阴暗的地方 它是长不好了 最好是放在有明亮散睡光的地方 当然也有可能是缺肥了 因为绿萝它的叶子是非常多的 它是很洗肥的 如果缺肥的话 它的这个叶片也是会越长越小的 所以在夏天想要这个绿萝长得快 叶子绿油油的 得做好三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摆放 摆放的地方一定是这个明亮散射光的地方 不要拿着去暴晒 第二就是肥水管购 第三就是经常给它的叶面及四周喷水 来增加湿度 好了,这期话题就聊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的话题是 你的发财数在夏天几天浇一次水长得怎么样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